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一个人碰见鬼的话 他有两点可以让人感觉到 第一点 鬼呢 他可以制造声音让你听到 那么怎么样听到呢 比方说了 晚上睡觉 在家里 那个时候呢 听见厨房里啊 突然之间 咣当一声响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对不对 那 突然之间打个寒颤 然后接下来就想发脾气了 这就是鬼上身了 突然之间感觉 冷得不得了 寒气 哎呀 我怎么这么hype啊 那阴气太重 那也是鬼上身 那么鬼给你两种 让你能感觉到 一种是声音 那么在睡房里 很多人睡觉睡得挺好的 在睡房里 突然之间感觉 感觉这个房顶啊 有东西在跑 或者有声音响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鸟花 鬼真的能有声音的 台上告诉你们真心话 台上真的看见 我看见他们跑起来 你们看过电影没有吗 就那种白的 就这么飘的 我真的是看见 台上也看见 菩萨也看见 那个这是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今天来听我的愿意 所以你们真的要相信 他呢 有时候鬼上身的时候 还特别重 特别宽 人家有一句话 急的鬼叫急死鬼 人家骂人呐 你这个急死鬼啊 对不对啊 恶鬼为什么多啊 恶鬼就要到厨房里去拿东西 所以他会把你厨房间脑洞的 叮叮光光有声音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懂啊 不懂的人还不相信 真的很可怜 所以大家都知道台上有一句话 叫很可怜